古德目前在一家中醫診所學中醫 並擔任助手 他在社交軟體上收到破網軟件 看到真實的報導 對共產黨的邪惡感到驚醒 於是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聲明 退出曾經加入過的中共附屬組織少先隊 古德告訴記者 中國要恢復佛教的信仰很重要 他學的是傳統的中醫 為老百姓祈福 卻遭當地政府污名化 古德表示 他所任職的診所是有證照的合法診所 坐診的醫師有職業醫師證 他本人有助理醫師證 用古老的京方治好了很多疑難雜症 特別是目前過度防疫 被逼出精神病的患者 但是當地派出所卻多次找麻煩 甚至戴上手銬腳鑣 和催淚瓦斯過來抓人 大陸這次的文革又在折騰人 又在整人 這個中醫師父 治好了很多 就是人病患者 人家慕名而來 他們反過來要去留我師父 非法執法 還有說中醫哪裡哪裡不對 十個部門聯合執法呀 古德還提到 中醫以人為本 能免於目前大陸西醫過度醫療 和濫用醫療的弊端 但中共當局壓制中醫的發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熊斌 劉芳採訪報導